在經過兩年兩個月又十一天之後 道歉這件事情對朱先生好像是一個自助餐 他要尋求這個我不能對外說的時候他就到歉 然後希望不被起訴不被判有罪的時候 他又說他沒做這些事 然後現在這個希望換取緩刑減刑的時候 他又說這個他好像有做 又想一切都想起來了 那我覺得非常遺憾就是事實只有一個 但是認錯道歉這件事情 對他來講好像非常困難 顛三倒四不管是犯侵犯我或者是道歉 這件事情自始自終都是照著他的節奏 沒有考慮過被害人的感受 那而我跟我的律師其實從一開始 8月26號二審準備庭到現在的態度都很清楚 我們的和解條件 第一就是希望他針對判決書裡面有罪的內容 逐一的說明跟道歉 第二就是針對他在自己流量很高的頻道上面 直播提到我61次和計9000多秒的扭曲事實 波及其他無辜的人這一部分可以還原真相 然後跟我們還有其他被波及的人道歉 但是兩點到現在為止可以說是毫無進度 誠如各位所看見的 我看不到被告的道歉的誠意在哪裡 相反的他和他的律師不斷的一直在提錢 在提價碼這件事情 我昨天已經說過我不是一個商品 請不要再提價碼來羞辱別人 不管你提到多少錢 這件事情關係的是正義跟真相 從來都不是價錢的問題 我認為他跟他的律師真的搞錯方向 我希望這個案子可以告訴其他的被害人 在追取這個你希望得到的目標跟真相的同時 也許你會一直受到傷害 然後會被加害人還有他的律師用金錢羞辱 但是我相信堅持下去 可以得到我們所想要的真相跟尊嚴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案子最後會在11月14號的時候宣判